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气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避坑排雷,防气账 大家好,现在是美西时间2022年 4月27号周三 关注两个方面,最新的贷款利率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 房屋的价格 如果上涨或者是如果下跌 针对于目前美联储的加息以后的情况 你反而每个月要多花钱 叠加到你的利息当中 居然是比现在买房和未来 指望着房价下跌 当然它下跌的概率 八戒之前已经分析过 是微乎其微 但是纵然它下跌 要达到什么样一个数量级 你才能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等待的价值在这里 另外呢,给大家关注一下 来自加州 德州 佛州 最近这半年多以来 短短短的半年多 随着利率的上涨 很多很多的人已经是没有办法踏入到首次购款人的群体了 因为要求他们的年收入居然是最多的地方 要求它提高45%以上的年收入在短短的六个月 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那么这就是压在加三的印证了 如果你们是刚需群体的话 最后的买房的机会 也许就在现在 否则未来六到八个月以后 每年组的六次加息落地 很可能你们就要再一次等上好几年的时间 因为最简单的 你们的收入不可能在短短的六到十二个月 有这样一个超过40%或者是50%的提高 那么用相关的数据带来给各位朋友们 好,那么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别能关注 有关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别能关注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话题 今天2022年4月27号周三 最新的固查收入贷款利率 目前八戒这边是首付40% 利率是3.875 首付35% 利率4.125 首付30% 利率4.375 这个利率截止时间是到 2022年4月29号下午的五点钟结束 5月1号开始利率会进入的上调 这是一个promotion 最低的一个不查数贷款利率 那么再来看一下 来自整个average 房地美的平均查收入的贷款利率 今天30年期第二带贷款利率 比昨天略微的上涨0.02% 目前是暴在5.30% 就要买0.4个point的费 15年期带贷款利率 4.72% 比昨天略微上涨0.01% 从下方的截图 大家能看到 在之前最低点的2020年的10月份 到2021年的2月份当中呢 一度是触及2.5% 2.6%的30年期利率 而现在呢 已经是协率非常的陡峭 达到了5.30和5.37 这是来自抵押贷款联合协会的相关数据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目前给大家算笔账 在同样按照加州的平均房价 目前在有些地区 尔湾或者是像洛杉矶 或者是北加州的大部分地区 都是中位数价格 已经大大超过了100万美元 那么我们就以加州典型房屋价格 100万美元来计算 如果你们是在3月份之前 按照同样100万的一栋房屋 买进去的话 按照首付款20% 查收入当时的利率是在3.25% 100万当赔本 20% 30年期固定3.25%的话 每个月的payment本金加利息是3481美元 那么来看一下按照今天的 如果是按照5.5的 不买任何泡营的费要5.5的 同样是100万的房屋 20%的DUN 5.5的利率 你总共的每个月的本金加利息是4542 那么简单的算笔账 一个是现在买房 一个是三月份之前买房 那么利率的差额就几乎是翻倍了 那么在贷款的每个月的payment 一个是3480 一个是4540块钱 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 相差的将近是1100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最起码有一个1000块钱一个月的差额 一年的话能差到12000美金 那么30年这样的抵押贷款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利息的一个总额差距到底是有多大 如果是按照5.5的利率来算 100万的话 当平的20% 你整个的利息就要付掉83.5万美元 而你的借款本金才80万美元 那么如果是之前的话 按照3.25的利率来算 同样100万收付20% 那你的利息呢 只有45.3万 可以说整个利息上面呢 就已经是让你们节省了将近是40万美元的利息 所以呢 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持仓成本 把它算进去 算进去的话 你们可以可想而知简单的算数 你们认为这样的一栋100万的房屋 是在过去三四个月之前买 包括你们是继续等待 等待到未来的一年 两年三年认为100万的房屋会跌到60万 还是会跌到70万美元 你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大概是有多大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如果房价暴跌30% 那么就意味着整个全世界的所有的资产价格 最起码的跌幅它的政府 要比美国房地产市场跌得来的更凶猛 因为从整个历史经验 长河来看 百年历史 美国的房地产价格的历史波动 是非常非常小 在整个以十年为一个维度来看的话 在这十年当中 它整个的政府都是在5%到7%之间 而且是向上半分的通胀的迅速来走 所以大家在目前高通胀的行为之下 并且通胀会永远的伴随着人类社会 不用想象通胀有一天会从你的社会消失 所以目前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 美国的房价而且之前通过很多些的节目 未来一段时间会保持着跟随通胀的稳定行情上涨 那么再一次的希望各位刚需朋友们 千万不要迷失了自我 认为未来等个半年 等个一年 美联主的利率加到某一个高点以后 你们又能够上车了 这是大错特错 因为你们的DTI绝对没有办法cover你们能够上车 并且就算你能上车 你整个的月供会让你们根本算来这个账的话 房价必须要下跌超过30%到40% 才能按照今天的价格 拿到相同的这样的贷款成本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来自数据方面的知识 来自最新的Redfin的统计数据 在佛罗里达坦帕 这也是个很多投资者乐征于去购买的地方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3月份相比 你们每年要赚取67353美元 才能够购买佛州坦帕的 这个地区的典型的每个月月供在1684块钱的抵押贷 而在过去一年当中 你这个年收入只要是在45562块钱 就能够cover住你这样的一个典型房屋 也就是按照同价位同面积 这就是典型的 房子不变地区不变 那么你的抵押带黄利率 在不断的上升你的池塘成本 每天都在不断上升的情况之下 那么就意味着 两个这样的数字相比的话 你必须要比2021年 每年要多赚21791 占到你的收入的提高47.8% 也就是说你们想一想 从过去到现在一年时间 你们可能你们的收入增长超过47.8% 如果不可能的话 按照查输入的方式来计算 你们的DTR完全没有办法cover现在的这样一个负债成本 所以你们是没有办法上车的 只能够被挤压到庞大的租房大军当中来 那么意味着整个租房的市场会不断的涌入 更多的被刷下来的买房人 那么就意味着租房的租金还能够在未来超过同长进一步的上涨 那么再来看其他的几个地方 在Arizona的凤凰城 你们必须年收入达到87000美元 才能够负担该地区典型的跟去年相比 同地段同面积的 而去年的你的月供就1990 而现在要2176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收入要比去年增加45.7% 也是非常的吓人 那么在美国按照平均的目前的行情来看 在全国范围内购房者今年必须要赚到年薪76414 才能够支付美国平均的典型的Mortgage的Payment 1910块钱 而比去年整整又是提高了34.2% 整个净收入要能够增加19478 也就是说你们去年大概是赚5万多块钱 今年要赚到76才能够负担得起整个全美国平均的这样的月供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从去年到现在 整个美国平均每小时的工资增幅是多少 只有区区的5.6% 也就是说平均去年到现在工资增幅只有5.6% 而它的月供让你们达到的这样的增幅居然高达30% 甚至是超过45% 这基本上是没有人的收入能够在短短的6到12个月中 如此高的这样的增幅 所以这基本上已经刷下来非常非常多的群体了 涌入到租房的环境当中来 未来的租房市场还会更加的供需紧张 那么目前整个全美国的库存水平还是在一个月左右 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加州旧金山北加的 他们的年收入差数量到多少 才能够负担得起北加马龙的典型的房子 那么按照旧金山目前的统计呢 大概年收入达到29.2万美元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29.2万 也就是意味着你一个月最少要赚25000美金以上 才能够负担得起三番这样一个典型的房屋的Mortgage Payment 是基本上全美国分析当中最高的一个都会区 那么另外呢来看圣河赛要达到28.8万8千美金 那么也就是说跟29.2万差价也就是在5000美元左右 那么在南加州安纳汉也就是南加州这个迪士尼的附近的所在地 要达到年薪19.2万美元才能够负担得起安纳汉这样的一个典型房屋 那么从上方图表能够看到整个的增幅是非常非常的下人 特别是在房价之前便宜的地方增幅居然是比这样的一个加州的增幅更加的可爱 因为加州的人他整个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一些低收入的地方他房价涨起来的速度他的协力会更高 那么就会更加让大家的当地居民感受到没办法负担得起这样的一个房价 那么就会让你们没办法上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租房 租金呢有一个非常底层逻辑 你租100年的房子租10年的房子不要指望房东会大发慈悲 会把这个租金还给你 这基本上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相关的数据分析 来自三月份的整个Redfin统计的400个城市当中 且offer的房屋的竞价当中有65%的挂牌的房子 在接收到offer的当中面临多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offer竞争 而二月份呢这个数字大概是66.7% 也就是说呢目前略微有1.7%的 下降 那么另外很多人看到有些房子它不好卖 或者是挂了30天还没卖掉 那么大家要看一下 在这个房子的周围卖掉的房子 跟这个房子的condition是不是有些区别 学区是不是有区别 房子里面是不是死过人 或者房子是不是遭受过水灾火灾 等等一些自然灾害的一些不好的记录 这些都会影响它的整个的房屋 它的value 房屋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非标准化产品 它不是股票 它不是汽车标准化 不是说你买特斯拉 你买特斯拉的model 3 所以都是花这个钱去买隔一条街 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对门 跟你的价格都会千差万别 跟你们的学区装修 人员居住房屋保养 你的持仓成本都会占有方方面面的 那么大家一定要看问题 看全面化 OK 那么在这项分析当中呢 整个加州圣和赛 它的竞标率 是整个全美国大城市当中 是最高的 79.8%的圣和赛的房子 都面临相关的offer竞争 接下来呢 是美东的波士顿 那么另外呢 在佛州和德州呢 也面临将近超过75%的offer 要面临竞争 那么目前旧金山3月份呢 在整个offer竞争当中 平均一个类似根挂出来 有7.8个offer的报价 略低于2021年3月份 当时的10个报价 也就是说目前 确实这种加息呢 有助于房地争降温 只是刷下来那些贷款 不符合现在的高利率的水准 这些收入 他们会被刷下来 那么在更多的 这些剩下来的人群当中 他们每一个的竞争力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跟下沉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方的这张图表 第一个呢 是加州圣和赛 79.8% 然后是麻州的波士顿79 罗德岛78.3 麻州的78.2 然后圣地亚哥的78.1 旧金山的76.4 西雅图的76.3 也就是说 这些数据摆在这里 你们在这些地方买房的话 面临的竞争压力 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洛杉矶呢 是72.2% 好 那么以上呢 就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贷款利率 对你们购房会产生什么样一个影响 所以大家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化 不能片面的指望着房价下跌 你指望要你的主观意愿决定不了市场 市场是跟着行情走的 好 那么八截之前给大家已经分享过了多期节目 大家可以串起来一起看 我在半年之前就有很多数据分析 如果你们帮我的数据分析 串起来一起看 并且认可我的数据分析 并且你们真实的下场买房的话 在这半年当中 最起码已经赚取了超过 20%的相关的房价收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今天整个全部内容 那么有欢迎可以跟八截 进行相关交流的朋友呢 或者想要获得 买房卖房贷款的一些解决方案呢 你可以积极联系八截 都可以随时提供你们最完善的解决方案 喜欢八截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广告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